六周慧能就用柴道的门口大声一吼 但是黎明的人 米松了没有 你的米松了没有 慧能在里面一听 这个好像是个声音不平凡 他立刻就回答 这个没有间断的 这个反应有灵巧 等于来电就是没有间断的 跟何就回答 但米早就说了 早就重说了 就差谁一说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道我早就明白了 行我早就懂了 不过没有人替我证明 那个五周红人就用西章多多多 要现在不动的话要拆下 这什么意思 但是慧能一听了解 这是五周红人 用他锦翼山景去跟他拜访 所以到了布翼山景呢 就到了五周的地方 五周这个时候要硬行 怕别人干扰 就用夹杀呀 集结围到 就好像我们现在用这个栏杆的 一个围到一个界限 怕别人闲在人的来打岔 他就和这个六周慧能呢 讲说金刚经 讲到那个硬无熟住而神齐醒 六周慧能 这一句 扩人大悟 什么叫扩人大悟 迷惘的许恐世界 焚碎了 过去手指手想的人世间 什么东西啊 通通都崩溜 成现在自己眼前的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 壮阴辉煌灿烂 这叫大车大悟 所以这个城门的悟 他扩提起无密处 得了全部费功夫 有的人 穷一省十岁月 集圣灵产成大猪 他不可悟啊 他有的人呢 看那个滑开滑溪 他悟到了 听到肿神一下 听到哪个人无闻掉到地下 他开悟了 甚至小孩子哇一声 他开悟了 这个屋 这个屋 当我们造这样 好了 我们弄几个屋来灌到地下 不会开悟的 找几个小孩子来扣啊叫 这不会开悟的 这个集圆呢 集圆 好多的隐缘 臭厚 等于是 屠郎 随分 阳光 孔气 哎 再加这个种子 它成长 它到了那个一定的时候 隐缘俱闭了 那个花 崩 它就开了 所以我们平常的 这个准备的功夫啊 修行修行 就是为自己做一点准备的功夫 如何来认识自己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 也会有啊 有时候 噢 我懂了 噢 我今天才知道 噢 我现在明白了 那种欢喜 那个欢喜 手指 粉笔的欢喜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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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远的人啊 事啊 过去的事 慢慢地都集中我而来 误了 误了就没有思想 误了就没有空想 误了就没有人物的对待 误了以后他就对这个宇宙万有 一个大宗相大圆满 平等地发现 所以 那个小遥自在 解脱安详 同一身心 都是形容 这个物的 那么一刻一种感受 六祖 为什么 听到这个应无熟诸 而神奇形 可悟了 这个 各位大家 对于《金刚经》啊 你们说啊 那个意义很神 我们不懂 没有关系 但这个两句话要懂 应无熟诸 而神奇形 诸 就是应该 不执着 在不执着的地方 不计较 不计较 没有对待 所以 在那个时候啊 你的心 升起来 升出来 那个是一个大圆镜子 那个是一个平等世界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可以神采一下 你怎么举行动力 一定是啊 好 不好 喜欢 不喜欢 还有 还没有 所以在那个上面的神的心 都是计较的 都是粉笔的 所以因此 我们明天 在那个粉笔妄想的一面 不能 潇洒 解脱 现在应无熟诸 这个不执着 你看 天空的太阳 世民都没有 没有 没有东西 所以 广忙万道 万道 你睡觉的时候 你很计较要想睡觉 你很计较 怕睡不着 他就偏睡不着 你想拥有什么东西 怕什么后事要来 你换得换色 反而 不能睡能静地 应付自如 应无熟诸 喝一口 喝一口 你 你 在这一天